今天才拍一條Hermes Haul的購物分享 以及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也想說一下這條影片的最後會有一個Giveaway的 如果有興趣參與的朋友麻煩在這裡去最後 事不宜遲立即開始 這裡的產品大部份是未拆絲帶的 但也有些拆了 我們首先拆這個 下一個扁扁的盒子 其實我記得了所有的產品 因為這裡的產品買了不久 所以我還記得 然後好了 猜一下是什麼 應該是未買過的之前 上一個 粉紅色 下一個卡片套 這個是一個粉紅色的卡片套 這個也滿有名的 就是這樣一塊皮 完全是超級低調的 這個 這樣打開 它有兩邊 放到很多卡片套 因為其實接下來我買了另一種顏色 我已經用了顏色 我覺得挺好 是多於LV的卡片套 以及Chanel 因為始終這個是兩邊 還有一點厚度 不會很容易刮花的皮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淺粉紅色 開始是Dee已經拆了絲帶 一樣是這個方形的盒子 你們都猜到是什麼 還有我也是一樣 從小小的東西開始講起 之後才去到包包 然後是一個這樣的 袋子 是不是已經猜到呢 就是這個choker 這個呢 就是一個比較 是一個neutral一點的顏色 應該怎麼叫呢這個顏色 好像是灰灰的 深灰色的 就是金色的扣 這個 也是加細碼的 可以當做choker帶 或者當首繩帶也可以 而這個呢 應該不是limited edition 如果你近看的話 它有白色的線 因為他們這些首繩 有一些是limited edition的顏色 這個就是長春款的顏色 哇 又是這些首繩choker 這個是淺粉紅色 這個是happy的choker 我知道買過類似這個顏色的choker 它不是這個款 而它的扣是一個金扣 這一款的手帶 choker可以兩邊戴 一邊是淺粉紅色 另一邊是啡色 也不錯 一條可以有兩個不同的顏色 然後我還有 這些小小盒 我喜歡一件東西 真的狂買的 就是這個 也是choker 這個跟剛才那個 非常近似的顏色 但也有些不同 這個就是limited edition 近看 而且它的線 就是 配合它本身的顏色 不是白色的線 兩條放在一起 真的非常近似 它的顏色 而且大家都是金扣 起初我在想買不買好 但是 limited edition 所以後來也買了 而且它們其實是有分別的 就是顏色方面 而且好像感覺limited edition那條 軟一點 可能皮不同 不知道怎樣 上面那條是有白線 而下面那條是沒有白線 一樣 這條是什麼顏色呢 就是這個桃紅色 一邊是一個紫紫色 而這邊是一個桃紅色 就是銀色扣 Happy這個款 和我之前買的不同 但它們有點像 因為它可能另一邊的顏色 可能是一樣的 而下一盒 是 Happy又是 這個就是 啡色 而這邊是橙色 這個是紫色 而它的扣是金扣 對 橙色就是它們的Signature 顏色 這個就是 剛才說的 另一個顏色的卡扣 就是橙色 這個橙色 其實跟剛才這個 其實是一樣的款 但顏色不同 這個橙色 真的非常近似 Hermes那個 新人看是比較沉 少少的 沒那麼鮮 是啪樓的 有兩邊 真的不錯 這個帶小包包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放多個五張卡 可以用這個 然後呢 這盒小小的 跟我平時買的東西 非常不同 我平時對這類型的東西 完全沒有興趣 除了Choker之外 一起打開 為什麼這麼難開 好 好 就是項鍊 這個是Kelly包包的項鍊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另外它也有推出Constant 但那個Constant 價錢方面比較貴 所以我的實用性價比 不是太高 因為你們也知道 其實我真的不太想戴項鍊 除非是Choker一字薄的衣服 真的比較空一點 這個項鍊的位置 它沒有一個扣 它有一個圈圈 類似Tiffany手鏈圈圈著 後面是平的 小小盒已經說了 我們進入這一大盒 這個其實盒比我大 包包的 但我也想先說這個 因為這個不是包包 大家猜不猜到 而且為什麼是這個盒子 我聽說SA說 他們沒有平常用來裝這個盒子 所以給了我這個 這麼隆重的盒子 一起打開 真的很重 真的有分別 這些盒子 還有他們的Choker 是硬正一點 而且貴一點的感覺 哇 這個很厚 真的很... 豪華這個盒子 就是這個項鍊 可以像現在這樣 這樣去戴 一個圈 但我個子比較矮 可能要圈兩下 甚至圈三下 但我不是用它做一條項鍊 接下來會說的包包 就是會用這個鍊 來做那個 好像一個斜背袋 旁邊袋 可能一會給你看一下 示範一下 可能會比較清楚 但可以看到這個近鏡 是一個銀色的鍊 然後它就是 有一些圈圈 這些圖案 其實也是Hermes的 真的蠻標準的 因為它的鞋款 也有出這個 不是只有H 它也有出類似這個 款圖形 然後它的扣 跟剛才 那個Kelly Gannine 也是一樣 就是這樣 好像圈進去 這樣 還滿穩固的 起初也怕不穩固 但是 揹上去身 就會穩固 這一款項鍊 有出三個長度 而我買的長度 是最長那一條 因為最短那一條 真的比較短 真的是項鍊這樣戴 而中間的尺寸 其實我也會用 但我又喜歡這個多一點 因為 我一會兒會給你看看 看起來好像漂亮一點 而且它們相差的價錢 是100美金 所以不是太多 我當然是 我這個主婦性格 當然是選最長那一條 猜不猜到呢 如果買Hermes的朋友 應該也猜到哪一款 而且我上一個購片 也有你們的留言 問我是不是買了這個 Instagram 那些 我又很快忘了 跟你們一起拆 因為超想快點看 已經看到了 而且我還以為它有一個塵袋 是沒有的 就是這個 Constant的長銀包 就是粉紅色的 也是我的最愛 就是這樣的 它就是這個H字 我最喜歡他們這個款 因為始終我新手去買Hermes 我比較喜歡浮誇一點的 有時候太低調的時候 你也知道我喜歡LV Chanel CCC Logo 那些 所以這個是我的杯茶 然後後面 有一個 袋子 可以洩東西 那些 一個小暗格 但沒有拉鍊 而它的皮 叫做Evergreen 而它的氣 是銀氣 然後我現在還真的新手 聽說Hermes有四款的皮 而這個Evergreen 可以做到很多顏色 不是每隻皮 都可以做到很鮮色 那些 現在還在學習 而Constant的開發 就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的 看不看得到 大家 一打開 就看到兩大格 其實如果 只買這個長銀包 如果我不知道可以用這個鍊 來當一個 一條繩子 一條帶子 我是不會買的 因為平時我的手 其實是用來拿電話的 我的電話是基本上手的 我不會放在袋子裡 可能最多放三袋 我經常拿著我的電話 所以如果我還要 帶一個囊子 那些東西 除非真的可能去一個 很高級的派對 可能會帶一個囊子 但很少機會 我已經沒有手 當時在店裡 看到一個客人 背著長銀包 再加這條鍊 後來SA跟我說 這個帶髮其實很流行 後來就 買了 然後 講講一下格式 它有很多很多 卡位 剛剛數了 它每邊有八個卡位 這邊也是 所以總共有十六個卡位 這個 而它旁邊這裡還有一格 而這邊也是一樣 可能可以放一些 銀紙 那些 如果你當作銀包 而中間 你可以放 或者散銀 或者一些 可能比較私人的東西 都可以 但我會用來當作一個 類似 Long Wallet 或者一個 小一點的 小的 類似 方方型的 小那麼多 沒有了我手這個位 起初我對那個很有興趣 因為很有趣 扣這條繩 是很漂亮的 但真的太小 那個是不能放充電器 是我的奶媽 最重要的 經常都要用電話 所以這個fit 剛剛穿好了 真的很漂亮 而且它這個鍊是銀色 再配合它這個銀色 真的是絕配 而且可以看到我掛鍊的時候 是這個掛法 怎樣說 可能我先打開這個 先打開這個 我把它的扣 放在這裡 看不到 你們 然後這樣 繞一下 圈一下 這樣 比較漂亮 因為我其實Chanel 那些Wallet on Chain 真的比較長 帶子 所以有時候我也是這樣 揹Chanel的Wallet on Chain 這個長度 剛剛好 斜背我也可以 而它中尺寸 剛才也提及到 其實也適合我的 但做不到這個戴法 因為會變短了 而且如果我這樣圈一圈 我的意思 如果我只是這樣圈一圈 就是這樣 那個尺寸剛剛好 所以這個多元化一點 如果我賣長的話 而且感覺好像比較穩陣 如果我賣長 因為你可以看一下 試想像 現在你是去買東西的時候 這樣一打開 這個真的整個可以掉下來 因為 對 如果你再圈一圈 比較穩陣 對 穩陣派 而且有些特色這樣 在這裡 下巴巴了 我已經拆了絲帶 我已經買了 會不會猜到大家 亦是我的最愛 就是 用這個袋子 又是Mini Evelyn 真的 很喜歡這副包包 已經用了 真的蠻好 可以安裝很多東西 看它人仔細細的 而這個 不知道鏡頭看起來 是否像黑色 其實這個是深藍色 因為他們的深藍色 和黑色 真的非常相似 但是 在暗的地方 看起來會是黑色 但如果陽光下 很明顯 深藍色的那個 是淺色一點 而它也是一樣 也是金購 我已經用了這個 在紐約的時候 然後 黑流 帶子在裡面 下一個 也是這個盒 但盒子裡面 其實已經沒事了 因為我現在正在用 這個包包 也是這個 Mini Evelyn 這個是米白色 不是真的白白色 可以看到它 有一點黃黃的 不是 完全是雪白色 而後面 對 拍流 這條繩 就是 這樣 而且已經 不是用了很多次 可能出門 兩三次 然後它的繩 已經開始 飛了一些毛 出來 如果它的皮 就真的好了 但又不想另外配多一個皮 可能另外配了一條帶 比這個Evelyn 另外我也有 不小心 倒捨咖啡 很輕微 然後也很容易清潔 這個 就是拿 首先拿紙巾去擦乾淨 那些咖啡 之後摸一下 看看是否固定 如果再固定 拿一點水 輕輕地擦 就沒問題了 進入這一盒 這個 其實我已經知道是什麼 不是包包 因為在店裡沒有我的尺寸 所以在另一間店裡 寄給我的 因為我真的比較懶 開車出去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寄給我的 然後 很快地開了 就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的 有這個 袋子 這個是其中一個部分 我的袋子 原來也寫著Hermes 就是 猜不猜到 沒事了 這個袋子 花是這樣的 也是Hermes Signature 還有橙色 這樣 就是 泳衣 這個是 泳褲 一邊是綁繩的 後面一塊布 也不是太小 這個尺寸是36號 不是他最小的尺寸 他最小的是34號 應該是加細碼 這個就是細碼 起初我想買最小 因為通常我也是穿最小的尺寸 但是SA跟我說 他這一款的泳衣 真的出得比較小一點 我也有試過上身 其實這個尺寸適合 而且最重要的是 這個最小尺寸34號 已經買完了 只有另一個顏色 就是他粉紅色的 其實我最喜歡的顏色 但是 好像那個花毛 不是這個花紋 就是另一個花紋 感覺好像沒有這個那麼LMS的感覺 所以 後來也選了這個 因為其實你這樣看 其實完全沒有寫LMS 那個也是一樣 但是這個看起來會 不知道 因為我好像看到有點Happy 有點Happy 手帶在上面 所以這個給我吸引過 另外那個粉紅色那一套 粉紅色那一套有34號 後來也試了 真的好像比較偏小一點 真的不錯 他有送這個 小小的泳衣袋入住 可能放在櫃桶 洗乾淨的時候可以放進去 另外這個就是 可能可以有一點膠膠的一點點 可能濕的時候 可以放在這裡 買得下身 當然有上身 就是這裡 也是一樣 它們很好 每一個 上身也有 下身也有一個 袋子 這個門市就有 所以我馬上拿了 也是一樣 有這樣的 袋子入住 一模一樣 然後這裡就是上身 是很普通正常的三角形 然後它有一塊PAT的 可以拆出來 或者不用 或者用也可以 我通常都用的 因為比較危險 真的不想飛出來 這個其實有寫Hermes 但也非常低調 你要很近去看 應該沒有人會這樣看 所以才能看到 就是這裡 它泳衣中間這個位 不是看到一個黑色這裡 它其實有寫Hermes 看到嗎 看到嗎 而且它是黑出來 真的是黑下去 所以比較低調 一族的這個 然後 也不再多說 也是普通泳衣 這樣的款式 好 到下一個東西 這一盒比較大一點 也是我最喜歡買的東西 嘔吐它 先拿它 就是鞋子 猜不猜到這次我買什麼鞋子呢 是不同一點的 就是 波鞋子 先讓我看看 因為它寄給我的 因為在Beverly Hills那間 沒有現貨 所以要在其他店裡寄給我 也很好 也很好地 因為有時候我發現 Hermes它不是 每樣東西都很好地 而且不是 好像Chanel 感覺QC好像比較好 Chanel 還是我的SA寶儀很好呢 他幫我整天 可能要確定100% 好地性才行 然後發現Hermes有時候 也可能有一點點 瑕疵 那些 說回鞋子 這個鞋子 是很標準的 有個H字 兩邊都有 而它後面這個位置 是橙色的 真的很容易配搭 這個款 白色的鞋 我也蠻喜歡白色的鞋 它的尺寸 是36號 我自己的尺寸 我在店裡 試過他們36號另一隻顏 然後就適合尺寸 裡面是啡皮 鞋底 就是這樣 暫時還沒穿 這雙鞋 不知道Hermes的波鞋是否穿 但在店裡試 暫時也不錯 裡面是類似皮 所以很軟熟 它裡面 不過我要再穿一下 但這個款式 真的很classic 這條片還沒完成 因為我還有這個包包 還有我現在不會拆這個 是因為關乎我的Give away 大家快點留意這個盒 360度 好 好了 如果有興趣參加這個Give away的朋友 麻煩繼續留下 現在講講最重要的 送出的Give away禮物 然後再講規則 遊戲 我會送出這個 不是這個 我會訂一個新給你的 就是Hermes的卡片套 是橙色的 我們可以一人一個去Twinning 說遊戲規則 最基本的就是追蹤我所有的社交媒體 Instagram Facebook page 微博 Snapchat 總之追蹤所有的東西 以及訂閱這個頻道 如果你看我的影片 應該有做這些基本的東西 追蹤我 現在講一下如何Enter 就是在這條影片下面留言 兩條問題 要確實有齊 我才會抽你 首先就是 猜一下 這個我買的是什麼 首先要猜一下哪一款的包包 以及什麼顏色 尺寸就不用猜了 只需要知道款式 以及它的顏色 如果你們有追蹤我 看我Live 很熟悉我的話 其實已經猜到 因為我在Live也講過好幾次 也有朋友問我喜歡哪一個款 那些 買開Hermes的朋友 可能會知道這個盒 是Johnny什麼 另外我也想知道你喜歡哪一個牌子 款 以及顏色的包包 不一定是Hermes 你可以是LV Chanel 甚至Gucci 什麼牌子都可以 我也想知道 告訴我 是什麼牌子 那個款式的包包 或者你打款式都可以 以及顏色 這些所有的規則 我都會寫在下面 Description box 可能你未必聽得及 也可以看看 而我會抽出一位幸運兒 猜中 我買了哪一個 款 以及顏色 叫Hermes包包 其實好像很難 但機會率很大 因為如果你熟悉我的話 才會知道我喜歡哪一個 款式的包包 以及什麼顏色 顏色應該比較容易猜 已經給了很大提示 我最愛的顏色 截止日期會是下星期 當我出這段影片 的Unboxing的時候 就會抽出一位幸運兒 我會回答你的留言 然後問你拿電郵 因為我不想你們現在 留電郵 因為擔心有spam 抽出之後 到時候再在電郵聯絡 我會送一個全新空運 在美國的Hermes Card Holder 給你 對 看真點 而且要看真點 這個盒 大家快點猜一下 還有最重要的東西 差點忘記了 就是一人只可以參加一次 一個YouTube account 如果你有很多 其實也可以 因為我真的不會知道 如果你用... 可能sign up很多 但如果我看到你同一個 username 留了幾個月 就自動取消你的資格 一人只可以 一個戶口可以用 參加一次 祝你們好運 希望你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like這個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follow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還有facebook 拜拜 拜拜